各位朋友大家好 安克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大家知道吗 这家年轻的企业有着如此瞩目的成绩 我相信你们不会不知道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杨萌 是谷歌的前工程师 于2011年创办安克这家企业 以其高质量的移动设备配件而闻名 尤其是充电器 移动电源电池 数据线等等产品 咱们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款 安克65瓦充电器的测试 后续咱们也会拆解它 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这个安克65瓦的淡化加快充充电器 这个安克65瓦的充电器 蓝白色的包装 安克的英文标识 超小超快超人充 这个是产品的特点 65瓦的大功率可折叠插脚 淡化加的 背面则是它商品的一个简介 打开的话 这里有商品的广告信息 这是充电器本体 我们打开包装盒 盒子内部有四张卡片 多国语言的说明书一本 产品的保修卡一张 产品的合格证一张 有害读物清单一张 充电器被固定在这两个塑料卡座上面 这是个盖子 这是底座 环保的PP材料 这就是充电器本体 折叠插脚的设计 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184.8克 单充电的重量120.9克 充电器高度64.4毫米 连插脚的高度80.7毫米 宽度38.2毫米 充电器的厚度31.5毫米 这个充电器整体白色的外观 这里是安克的标识 充电口部分有银色的塑料作为点缀 双口设计 内部的舌片都是蓝色 这种搓色的感觉的话 更加高端一点 这一面则是规格信息 安克725 充电器65瓦 型号为A2325 输入的话支持100-240V的全球电压 单口输出功率 Type-C口65瓦 PPS支持52瓦输出 USB-A口输出功率22.5瓦 总输出功率65瓦 制造商信息 3C认证 室内使用 循环10年 不要扔下垃圾桶 双路绝缘 海拔2000米以下地区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充电器的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协议测试和实际充电测试 首先来看一下Type-C ECO协议制作的情况 我测试了三遍 都只有这一些 它没有华为的FCP和SCP 连三星的AFC都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是QC 3.0的5V 9V 12V 3.6-12V 展讯的SFCP 然后这是PD3.0的65瓦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 四个最高档位 20V 3.25A的65瓦 PPS档位的话 就是3.3-16V的3.25瓦 这下面DCP-SAM和Apple 2.4则是三个基础功率 这个是USB-ECO的协议的情况 有华为SCP的最高25瓦功率 三星AFC的最高24瓦功率 QC 3.0的5V 9V 12V 3.6V 12V 展讯的SFCP 然后这下面三个是基础功率 比较完善 从两个充电口协议支持情况来看 Type-C E口就是一个纯PD的一个充电口 安卓的大部分的协议都在USB-ECO上面 手机的实际充电的话 我们先用这一个荣耀90GT来测试 这个手机跟荣耀100一样 支持高功率的PPS 显示的是正在超级快充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3%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 这个手机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看上去 就像那个融合快充的曲线图一样 实际上它是走的PPS 9V 3.5A的一个PPS档位 70功率24W左右 充了90% 29W左右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总共充电时间从3%到100% 一共用了53分钟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52度 278W的功率 最高温度可以到52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7度左右 这部手机是Vivo的iQOO Z9 它可以支持PPS33W的快充 手机还有13%的电量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个iQOO Z9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功率的话一直就是24W 25W 24W 25W 这样循环的在充 充到90%的时候 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充满电一共花了58分钟时间 我们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是51.7度 24W 25W这种功率都可以到50多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是27度左右 听过手机的充电测试 我们用这一个14 Pro Max来测试 现在这个手机还有14%的电量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个14 Pro Max已经充到86%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刚开始的时候是20W的功率 大概持续了2分钟 然后升到24W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5分钟左右 最高功率的时候升到25W 持续了1分钟 然后开始降功率 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动的情况 非常的明显 总体的功率都是在13W以上的功率在充电 这个手机充到80% 一共花了53分钟时间 大家说这个曲线图是强拉功率吗 还是功率不稳定造成的波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的时候是44.3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7度左右 这个充电器用USB-A口 来充荣耀60的手机的话 功率却只有7W左右 用C口给荣耀60充电的话 会跑到17W左右 给红米手机充电 可以显示快速充电 真实功率的话 大概也是15W左右 因为这些充电器 都没有小米的私有协议 对小米天生支持 就没有很高的功率 给三星Note10加充电的话 功率要高很多 显示超快 充电2.0 一小时5分钟 大概是22W 有时候变成28W 甚至还可以到30W的最高功率 这部手机是OPPO的SE3 这个充电器它没有融合快充 功率的话就没有多高了 实际功率可以到17W左右 PPS协议功率不高 30W左右 没有融合快充 对其他手机的支持也不是很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烤机 对它的PD最大功率进行烤机 测试它的温身情况 和功率持续输出的情况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双口同时输出的时候 功率分配的一个情况 这个充电器65W的功率 真实功率是59W左右 足足运行了2小时50多分钟 也就是接近3个小时 温度非常的稳定 我们看一下温度曲线图 最高温度63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还是27度左右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非常稳定的59W的功率一直在输出 温度的话它的温度最高也就是63度 这个温度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烤机看下来 可以长时间的65W工作 非常不错 充电器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我们用一个充电站 再加上一个10号的充电宝来进行测试 我们先启动充电器的最大功率 Type-C口的65W功率 真实功率在54W的样子 然后我们再接上USB-A口 不会断流 但是会重新分配功率 变成PD45W USB-A口就是12V1.67A 大概就是20W的功率 真实功率18.9W 我们拔下USB-A口 不会断流 功率重新回到PD65W 显示的是PD60W 实际上是65W 先启动USB-A口的最大功率 也就是20W的功率 我们再接上Type-C口 A口也不会断流 也不会变功率 Type-C口的话 直接启动PD45W 也就是说两个充电口 同时使用的时候 总功率65W不变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 这一个充电器的 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 和它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 现在是这个充电器 110V状态下 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 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 只有0.1W 控制的非常不错 经过两三分钟的综合测试 它的110V平均待机功耗 0.2W 5V3A1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端18.2W 这边直流输出端15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2% 9V3A27W功率 110V输出31.3W 这边直流输出27.1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 这个充电器没有12V档位 直接就是15V3A45W功率 110V输出端50.7W 这边直流输出端45.3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 20V3.25A 110V输出72.5W 这边直流输出65.2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0% 这个充电器220V状态下 插电瞬间浪涌功耗也是没有的 这个充电器内部电路应该是很不错的 2分钟测试下来 平均220V的待机功耗为0.5W 5V3A15W功率 220V输出端18.6W 这边直流输出端14.5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0% 9V3A27W功率 220V输出端31.5W 这边直流输出27.1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 15V3A45W功率 220V输出50.4W 这边直流输出45.2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0% 20V3.25A220V输出71.8W 这边直流输出65.2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2%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最关键的数据 就是它交流文波控制的情况 每一个充电口我们都会测试 也是应广大粉丝的要求 从这个视频开始 SEICO ECHO我们都测试文波 首先是USB ECHO的文波的情况 5V3A15W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1.4MV 平均文波16.6MV 9V2A18W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1.6MV 平均文波17MV 12V1.5A20W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2.4MV 平均文波17.6MV 平均文波17.6MV 这个文波目前为止 还没有超过50MV 20V3.25MV 最高功率的时候 这个文波就不理想了 最高的时候179.4MV 平均文波102MV的样子 到了大功率 这个文波控制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20V档位啊 这是20V档位 文波就直接暴涨到180MV左右 这个安克65W充电器测试下来 它对手机的兼容性只能说很一般 PPS功率有24-30W的真实功率 能够支持PPS快充的手机用还行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它做一个 纯PD充电器使用 笔记本啊 平板电脑啊 苹果的设备啊都可以用一用 这个充电器的效率很高 内部的电路设计应该很是不错的 温度控制很不错 长时间烤鸡63度 文波控制中低功率没有超过50MV 65万满功率 它没有超标180MV左右 文波高不高你们说了算 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我的频道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